花莲仙玉李正一名高龄90岁的老妇人 就这样走在车辆众多的抬九线上 相当的危险 民众不敢大意 马上报警处理 袁景到了现场是看到了一位 白发苍苍的妇人 面容虚弱 慌张的 全身发抖 不知道该怎么办 袁景先将妇人带回了派出所 不过这名妇人一事有失智 一问三不知 后来是透过了人脸辨识系统 花费了一段时间 查出了长者的身份 才将她平安送回家 花莲仪李正一名高龄90岁的老妇人 就这样走在车辆众多的抬九线上 民众看见不敢大意 马上报警来处理 袁景接获电话马上赶往现场 一位白发苍苍的妇人 面容虚弱慌张 全身发抖 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 你要去哪里 玉璃 直到玉璃 到玉璃 让我载你到玉璃 好不好 袁景先带妇人回派出所 不过妇人疑似有失智 一问三不知 后来透过人脸辨识系统 花费一段时间 查出长者的身份 平安将长者送回家 对 我现在载你回去 那你吃饭了吗 有没有吃饭 你现在肚子都不会饿 班局长陈卫文说 失智症患者是走失的高危险群 如果独自外出出走走失 会提高意外发生以及伤亡的几率 也提醒家属应该要为家中失智长者 佩戴防走失的手链 以防走失的时候可以及时联络 也建议尽可能不要让长者 独自一人外出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高庄庄域正三方报道